兄弟的这个帖子有点意思 他说我这种情况啊 大家给分析分析 倍率的可能性大不大 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是吧 上周五他说他大学同学注意啊 不是前男友来晚上想见一面 这个大学同学基本上每次来我们都要见一下 但这次有点奇怪 因为同学只停留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去别的另外一个地方 按道理来说一年见过几次的同学 如果仅仅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并没有什么非见不可的理由 因为心里疑惑 晚上他回家吃了饭 换了衣服就出了门 我偷偷开着车就跟着他的车 我的想法是 如果他把车开到了咖啡厅 或者什么宾馆什么的 或者就是那个茶馆什么的 就是个正常的见面 那我就调他 调头回去 但是万万没想到 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宾馆的停车场 我怕被他发现 就把车远远停在路的对面 不一会儿同学来酒店门口接他 两个人一起进了酒店 就在这个时候 两人表现还算正常 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 我在车里啊 大概从八点一直等到了十点半 中间发了两次微信给他 大概是问他在哪里 干嘛 他也回了微信 但说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括号 那个地方 和酒店的距离很远 兄弟搞笑啊 研究这些 差不多十点半吧 我看见他们两个人 从酒店里走出来 直到这个时候 我还在想 会不会真的没什么 直到他走到车前面 突然间啊 晚了一下男的胳膊 但男的也低头亲了他一下 我当时在车里看得清清楚楚 回到家 我实在没忍住 就质问他怎么回事 他没想到我会跟着他 而且看到了 他给我的解释 解释是 每次出来 每次同学出来 每次同学来 都是约吃饭或者逛街 但因为他太忙了 晚上还有电话会议 所以就赶在酒店里见面聊天 我又问他 他为什么会亲你啊 他解释说 同学一直对他有好感 今天聊起来 很多之前的事 两个人都有些个伤感 所以他禁不住 就亲了他一下 而且除了亲了一下 绝对没有其他 任何过分的行为 更不可能有其他的事 他信誓旦旦的说 和他的同学是绝对的清白 只是今天又有太多的巧合 才会让我产生误会 我心里很乱 现在乱的不行 我觉得他解释的不合情理 但他态度又非常的真诚诚恳 而且他平时也没有什么 其他要我觉得 他会做那种事情的地方 老实说 他还是一个对家庭 很负责任的女人 平时对家庭 对我照顾的很好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呢 两万个赞的朋友啊 麻辣秃头 洋葱时报特约评论员 没有倍率 因为你有十胜 没和同学结婚 跟你结婚 此为一胜 同学来了才见面 不来的时候都是你的 此为二胜 在家陪你吃饭 吃完饭才出去见面 把你排在首位 此为三胜 约批去酒店 不带回来 充分尊重你 此为四胜 进酒店时 没有亲密举动 怕你难过 此为五胜 两个半小时就回家 没有过月 晚上还陪你睡 此为六胜 没跟你说去酒店 说明内心在乎你 此为七胜 只挽了一下胳膊 没有回心同学 说明洁身自好 心里还想着你 此为八胜 多次见面 没怀孕 没离婚 说明同学只是玩玩 你才是他的归宿 此为九胜 跟你解释 说都是误会 是担心 给你造成心理阴影 说明他疼爱你 此为十胜 请问朋友 你有十胜 合律之友 这些家伙们 太有才华了 我输给你们了 没事兄弟 从股份控股上看 你也是个绝对的 控股大价 他也就是个小股东 每年都来 飞一次红而已 别在乎那些个了 看看这个 1.5个赞啊 说太热了 空调坏了 穿了内衣的 还是太热了 人生下来 就是不穿衣服的 只是 只是 只是不小心碰到了 气氛到了 我内心很挣扎 带了 半途才摘了 即使洗过了 孩子是你的 你 什么态度 你难道没有一点错 且允许你跟踪 谁允许你跟踪我的 你怀疑我是什么意思 既然你不信任我 为什么还在一起 有什么事 你可以说 背后搞什么小动作 你切磋也撕 你什么态度 就这些个 为什么 1.9 1.9万个赞呢 全是标题 连接在一起 我看你 就是这么多 下面有一些个评论呢 就不是很友好 我觉得 因为不友好的 比如说这个百分之百 我前日也这么干了 吃说白了 吃顿饭 都能在停车场看 你老婆这次见 能见一面 盖一炮 佩服还要去酒店 太他妈猖狂 吹了酒店 还敢拉胳膊和亲 简直不把你当人 你看说这些东西 你不拱火吗 你搞不好 这个兄弟头脑一热 不是出杀人犯吗 是吧 人的肉体 为什么也没有支配权 凭什么 是吧 跟你最多是个世俗的 一个约定 我靠你这个都弄出 严妄的约定来了 什么叫世俗的约定 是吧 该赔钱赔钱 该离婚离婚 该干啥就干啥 是吧 多人性命干啥 这就是一个意思 我靠你这些东西的约定了